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等会会说啊 这个机会都在等待 这个机会等了不止14周了 等了小半年了 一会咱们可以重点说一下这个 今天咱们主题是澳元纽元嘛 好 8.01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个开始了 我们不再等了 进来客户也不少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 关会金融小课堂 我是本期的主角人Rick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澳联储延长QE 美元逐渐回升 那澳元或者说纽元是否会有一些机会呢 那在整体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先进行一个免责声明 那由于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因此啊 本次讲座中 所有提到的观点仅代表 那我们分析师的个人观点仅为一般性的建议 并不代表GoMarkets的观点或者立场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 那我是毕业于莫纳士大学银行与金融硕士 持有RG146的金融从业资格证书 那曾经啊就职于多家金融券商 对于原油 黄金 外汇等金融产品是比较熟悉 做的比较多一些 那另外呢 我是一个趋势交易者啊 平时用的指标大多是为趋势指标 那如果您也是平时用趋势指标比较多啊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探讨一下 那今天整个整个这个所有内容 还是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那首先当然是一个公司的简介 那另外呢 什么是QE和Tapper 那第三部分我们会讲一下美元指数 最后呢 我会讲今天重点就是澳元对纽元 那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一个答疑的一个时间 OK 我们先进行公司的一个简介啊 那GoldMarkets呢 是在2006年成立的 那2015年的时候啊 我们正式成立了中文部 那给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中文交易与分析服务 那我们也是说到ISAC的严格监管 这个的话 因为咱们做投资交易嘛 那资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ISAC监管之下呢 那我们所有投资者的资金啊 都是放在国民银行的托管账户当中 那这个是与我们公司的日常经营所分割开来的 所以说你完全不需要对资金的安全性 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疑虑 我们整体来说啊 交易产品是非常多样和丰富的 除了像外汇黄金原油之外呢 我们还有全球的股指股票的CFD 像美股 澳股 以及港股的CFD 都是可以做的 当然像这个我们上的CFD 大部分都是一些好的蓝筹股票 那后续的话呢 我们还会上线澳洲的实体股票 这些实体股票包括一些小盘股啊 有些朋友比较爱炒的仙股啊 这些都会有的 那这个的话我们近期呢 会尽快的给大家上线 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这个种种影响 我们审批的速度啊 稍微被拖累了一点 但是应该不会等很久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些 之前获得的一些荣誉啊 包括我们也是赞助了 切尔西足球俱乐部 OK 那我们今天就直奔今天的主题啊 什么是QE和Tapper 那因为我们周二的讲座呢 一般来说呢 是比较针对于初学者 或者说刚开始交易不多的 交易者 所以说我们还是先讲一些 比较基本的概念 我等会会留出足够的时间 就会给大家做一个解盘 那什么是QE呢 那QE啊就是量化宽松的一个缩写啊 Quantitative Easing的一个缩写 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描述呢 就是印钞加上加息 我换句话来说啊 其实就是这个联邦储备银行 将债券以及其他的资产 从商业银行手中买过来 那买的话当然要用钱了 那他就印就好了 所以说把印出来的钱啊 就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商业银行 和金融机构当中 那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 通过变卖这些资产 或者说通过啊 这个放水得来的钱之后呢 再通过贷款等多种方式啊 将现金注入到这个市场当中 盘活这个陷入泥潭的经济 那这些现金啊 进入到市场当中 大家可能去用这个贷款去买车 买房刺激消费啊 对吧那这个就像相当于说 让这个整个经济啊活起来了 那经济中啊 货币的供应量越大呢 那相对的利率啊就会越低 那这个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你多了当然这个利率啊 就便宜一些嘛 利率啊其实啊 反映的是资金的一个使用成本 资金的使用成本 当借款的利息越高的时候 你还的钱就要越多 其实就变相的增加了 使用的一个资金成本 所以说当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使用QE 也有印钞加降息的一个手段 主要还是为了一个刺激经济 那通过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呢 那量化宽松政策 就会使得这个国家的货币 保持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出口的行业 因为你的货币便宜了嘛 那别的国家如果说想通过 你们国家的货币来购买的话 相对来说 它需要的资金量就更少了 当然的话 它也有一定的弊端 那就是对于进口行业 并不是很有利 那目前其实我们就是还是在一个QE的一个阶段嘛 那澳联储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鸽派的一个表示嘛 那可能不会急着去加息 也不会急着去缩减很多的 大量缩减QE 因为整体来说 澳洲经济呢 还处于带恢复的状态 还经不起加息这么一遭啊 那如果突然间加息的话 那对澳洲的经济来说 或者对于现在正在封城当中的这些 小生意来说 那他们的一个资金成本就会增加 可能会导致 生意的一个难度增加 所以说暂时呢 我们应该就是从政策层面来讲 那澳洲经济应该是不会考虑加息的 也是 那好了 什么是Taper 那其实这个Taper 其实是经常伴随着QE出现的 只说Taper可能大家听了更少一些 那Taper其实本意是逐渐缩小 那其实在这里主要指的是 央行逐渐的缩减资产的购买 那就说逐步的退出QE 逐步的收回当初向市场中投放的流动性 那什么时候才会说我们在进行Taper呢 那这个呢 也是目前市场上对于美国 或者对于美联储的一个 呼声比较高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一些数据啊 开始走向良好的时候 它不再需要像外部的这种输血 像大放水这种输血 来维持它的运转 而是说 它自己已经有那些造血的机制 那这个经济呢 它已经盘活起来了 它靠自己的一个循环 还就可以维持 所以说要逐步的要缩减QE 那咱们看一下历史上 这个Taper对于市场的影响 那13年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从08年金融危机说嘛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美联储呢 也是采取一贯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QE 放水 加印钞 加降息 那等到13年的时候 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 前美联储主席呢 那就发表了著名的Tapering Talk 那就逐步提出了逐步削减 并最终退出QE的这么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一出来了 那投资者就迅速调高了 美国利率政策的这个预期 当时也是引起了美国股市的一个波动啊 那标普500当时 当日也是下跌了8% 那一个月之后回调大概5%左右 但是由于当时的整体基本面是向好的 就是说 虽然说我收回了这些钱 收回流动性 但是呢 你这个机器啊 已经自动的运转起来了 那美股呢 还是保持了一个继续整体向上的一个趋势 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回撤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澳洲啊 近期的话也是不打算 不打算这个叫什么 不打算Taper 也就是不打算增加 增加加息 对吧 那整体来说 澳洲的股市呢 也是目前来说 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 全球股市也是 那后续怎么走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这些政策向的一些影响 那么今天第三个这个类别啊 第三个问题啊 是关于美元指数的 那我个人而言呢 我平时做一些产品的时候 或者做一些操作的时候 或者单纯看盘的时候 第一个看的就是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的反应的是美元 在国际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个汇率情况 那它呢 并不是由单一货币 或者单一的一个条件来决定的 而是有一个一揽个货币堆 包括像欧元 日元等等在内 都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权重来 来计算出美元指数的一个涨 或者跌或者一个变化 那美元指数的强入啊 就直接或者说间接的反映了 美元的一个走势 因为美元指数越高 就代表上美元越值钱 美元越贵啊 那间接上也是反映出来 美国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变动 咱们再说一下美元指数的影响 那美元指数上涨的话 那美元对于其他货币 或者说我们叫非美货币来讲 是要下跌的 它有个简单的一个敲敲板的效应 对吧 那美元上涨的其他货币堆的 与之相对应的 其他货币堆的这个价值 就是要下跌 那并且啊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国际上主要的商品 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像铁矿石 黄金 白银 靶金 铜 棉花 大豆 等等啊 这些大东商品 或者说这些期货 都是受到美元霸权的影响 都是因为美元计价的 那美元如果上涨了 这些价格相应 而说呢 应该是下跌的 那这些呢 我们是只是说考虑 单一的这个美元指数的影响 我们是锁定了 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说美元指数上涨 那这些价格的上 这个 这些这些商品的价格 从理论上讲 应该是下跌的 那美元升值啊 其实对这个国家经济 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那可以增加它的一些购买力啊 正当时这个经济 恢复的不错的时候 那它要升值 去增加购买力 去买 去横扫一些别的国家的一些 商品啊 等等 那美元指数 如果说是下跌的话 则是有一个相反的 这么一个影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啊 美元指数啊 那今天的话 是不是有点快 大家觉得快吗 就是PPT内容 如果觉得少到 我可以再多说些 基本面的东西 看下 大家如果觉得OK的话 就可以打个1给我 这个速度 如果直接讲试盘的话 嗯 OK 像大家都还说可以啊 那就是说到美元指数嘛 那我们 那美元指数的话 那近期呢 是在92.5到92.6 附近这个位置 那我们目前看的图表 是这个四小时图 先跟大家说句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这个在家办公嘛 那小姐没法去公司 跟大家讲 那MAP系统呢 它是IOS系统不支持MT5的 直接安装 那我们没有办法 就用了一个 外部的一个软件去看盘 那在我们MT5的软件当中啊 美元指数的代码是USDollar啊 你也可以在您的电脑中 对应的这个数下 如果还没有天见的话 就是简单的USDollar 这是美元指数的代码 那这个指标 你可以添加进去 去做一个参考 那今天的话 那美元指数呢 也是站在这个 我这个轨道 轨道的一个关键位置啊 是涨是跌啊 那就要看一下 今天晚上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数据啊 CPI VPI的数据,今天晚上澳洲东部时间,也就是墨尔本和悉尼时间,晚上10点半,10点半公布,如果今天晚上您要是想做单的话,我建议您至少提前5分钟,就在这个系统上看着,您这个做短线,快手拔毛也好,做长线也好,都提前一点,那等会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不同做单风格的一些操作的一些需要注意的,或者我觉得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近期的一个趋势, 近期如果说从日线级别来看,咱们看一点大周期的场景,那日线级别来看,近期一直是在92到93之间,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其实不是很宽了,那这个位置的话,那92到93之间的一个震荡,那今天晚上是否能继续上升突破,我们来看一下,那一般来说呢,美元指数在,看一下美元指数, 那从这个疫情之后啊,那美元指数是一路的下跌,这代表什么美国的QE嘛,对不对,我们讲的美国的QE的政策,它是一路的放水,印钞,那美元指数就一路的下跌啊,它当然它不是说直线下来啊, 因为所有的金融产品,它都是有一定周期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儿它也是,画一下啊,都是怎么样啊,下跌,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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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对吧,突破一个, 在这儿,在这儿,突破一个关键位置之后,向下突破,那之后呢,在横盘震荡,再继续往下走,啊,再震荡一段震荡之后,再继续往下走,然后呢,那就来到2021年嘛,2021年的时候, 2021年之后呢,那就给市场上逐渐的这个这个呼声啊,随着疫苗的开始这个打疫苗啊,疫情的影响的减少啊, 全球的航运逐渐恢复啊,原油价格的提高啊,等等等等,那美元指数也是到达了T点啊,大概是89.3附近,那这个位置, 那之后呢,开始市场有些声音说,哎,那是不是现在美元指数太低了,或者说现在降息降等的太狠了,这个差不多时候了吧, 是不是该加息了,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了,就业呢,数据也开始还不错了,那开始美元指数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开始一个低位的一个往上走了, 一个趋势开始走出,但是呢,随着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像美国的非农数据啊,不好,有段时间它是不好的嘛, 那之后还是导致继续回落,包括像疫情的一个反过Delta等等一系列变种的出现,那市场啊,对于这个时候,哎呦,那还是不对啊,这个现在疫情还没控制住,还不能加息啊,加息受不了,体液受不了, 哎,那这个美元指数还是对于这个市场的倾向下,还是继续一个下跌,那随着现在呢,那这个CPI的升高, 因为CPI的就是说一个通胀的一个指标嘛,那通胀的话往往预示这个经济过热或者物价水平太高,那市场需要降低金钱的流动性或者降低限定流动性来抑制这个通胀的上升, 因为通胀如果上升太高的话,普通大众或者说这些生活必需品的这个价格太高的话,是这个是不利于社会的一个稳定嘛, 那开始考虑是否要加息,那开始讨论,那目前的话,因为这日线级别每一根柱子啊,都代表的是美元指数过去一天之内走过的这些价位, 那有了一个震荡继续上行的一个趋势啊,那并且呢,在92这个位置啊,非常强的一个支撑,那如果我们在这儿画一条线的话, 92附近啊,那个我们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画一个就是标准一点啊, 那正常我们平时来讲阻力或者支撑啊,它其实并不是单单的一条线啊, 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说这条线,就是一到这儿我们就撑住了,对不对, 那平时呢,我们平时讲的支撑阻力往往比较精确的来说呢, 或者比较能更好的形容来说呢,我们会用一个叫支撑阻力带啊, 那就是说在这个带状区间的,带状的这个区间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支撑或者阻力, 我们可以看到啊,那在91到92.2,91.80到92.2附近的话, 啊,就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或者我们往下拉点92, 那你可能会问了,那说这个支撑阻力带我们怎么确认呢, 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可以通过先画线的方式啊, 那让尽可能多的K线的这个上,上部或者下部啊, 碰到这条线,那画两条,两条这个支撑阻力线之后, 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带,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如果说, 美元指数继续跌到92附近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经常可以考虑多一下, 那这个我们是从单纯技术面上讲啊, 那之后的话,因为它这个走势要配合基本面的一些基本面的情况, 如果还给机会的话,92附近呢,是可以考虑多一下的, 因为你看咱们从这个5月6月之后呢, 就一直站在92上方,那这个是关于美元指数, 那今天晚上的话,由于CPI的数据啊, 平时我们可以看一下金时数据啊,等等一些网站去看一下, 它重要数据什么时候公布,以及预测值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预测值, 今晚10点半,预测值呢,是核心CPI, 预测值是4.2,之前值是4.3, 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些数据呢,可以拖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参考,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CPI数据啊, 那预测值是4.2,那如果说公布值啊, 我们在等待啊,转圈的这个公布值, 如果公布值高于预测值,高于预期, 那CPI,咱们单从CPI说,那CPI比我们预期的要高, 那市场上肯定会有更多的投资者会认为, 那美联储要考虑加息的脚步要更近一些, 所以说会导致美元的一个上涨, 反正呢会导致美元的一个下,美元指数一个下跌, 那这个是从理论上讲,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的背后, 其实是大家都是投资者在做这个市场嘛, 那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那美元指数即便是这样,可能也不会出现猛的跳涨, 也有可能出现情况是猛跌之后, 在一个突然间的一个拉升, 所以说这个等会我们会讲一下, 如果您是想做长线或者短线, 我们该怎么考虑啊, 我们讲完澳纽这个机会之后, 拿出一下这个机会, 那美元指数其实展开说了也挺多了,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澳元对纽元这个机会啊, 那这个其实是今天的想, 主要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也是等了很久的一个行情, 你先看一下澳元对纽元, 这个呢是日线级别,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澳元对纽元啊, 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啊, 跌到最低点是0.998, 就是说跌破了一, 就是说一澳币啊, 换不到一纽元, 我不知道在各位的认知当中, 有没有一个心理的概念, 就是澳洲跟新西兰的一个经济, 或者政治状况的一个对比啊, 其实简单说一下, 就是澳洲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靠得非常之近, 他们的政治结构也好, 经济结构也好, 都是十分相近的, 包括像这个支柱产业, 旅游产业, 对吧, 教育产业, 那新西兰有些矿, 对吧, 那些像农夫产品, 这个A2的Milk,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是非常相近, 结构是非常相近的, 但是GDP呢, 确实不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对不对, 那再怎么说啊, 这个瘦子的骆驼啊, 比马大, 对不对, 那澳元对纽元平时呢, 维持在1.03或者1.0506的, 这都是OK的事, 但是如果说实话跌破1的话, 那也是比较罕见的情况啊, 并不多见, 我们可以切换到大更大周期级别, 看一下之前的话, 那澳元对纽元, 它往往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 这个是周线级别, 一根线代表过去一周的一个走势啊, 那目前呢是这个红色线, 是当前的给价位线是1.03附件,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啊, 这个从有记录以来的这个02年的这个外回交易当中啊, 那澳元对纽元的价格啊, 那目前来说是处于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了, 那往中间的算看一下, 那怎么样要1.06到1.07附件, 我们先记好这两个数值啊, 1.06到1.07, 那等会我会详细的去计算一下, 那我们下单的时候, 下单之前我们要考虑什么, 下单之后我们还要考虑什么东西, 那现在是1.03, 那整体来说呢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 那上一次的低点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 是因为疫情的突发疫情导致的, 大家的一个瞬间的一个恐慌心理啊, 抛售手中所有资产开始为王, 黄金, 股票全部都遭到了抛售, 那个时候是全部的一个低点, 如果当时在那个时候啊, 大家最恐慌的时候啊, 您贪婪了一下, 超了个底, 那可能真的是获利也非浅啊, 这个都是咱们毕竟没有前后演嘛, 我们还是从这个尽量少说, 这个图形左边呢, 这个谁都能讲, 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还看一下往右的话, 有什么机会啊, 那我们简单介绍了这个澳元对纽元的, 这个基本面的情况, 就是澳洲和新西兰两国的一个基本面情况, 我们再来单说一下澳洲, 刚才有客户啊, 问到了说这个澳元的连跌了14周了, 对不对, 看一下啊, 澳元连跌了14周了, 然后还有机会吗, 那整体来说呢, 澳元现在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区间, 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澳牛来说, 那单说澳洲的基本面的话, 疫情呢, 没有好消息, 那我们所在的维州呢, 今天好像也是440多例的确诊啊, 每天的新增确诊都在增加, 新增的好像是到头就是没有太多增长, 但是也1000多例, 那1000多例没有再多的增长,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就是说这个疫情也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那之后的话, 国境也没有开, 留学生也接不回来, 那出口的产品也并不是很好啊, 这个最大的买家中国呢, 有很多的一个订单呢, 已经是卖不出去了, 那并且啊, 最重要的一项铁矿石啊, 我们来看一下铁矿石的价格, 铁矿石啊, 曾经最高的价格大概在222, 222美元每吨啊, 那现在呢, 咱们看一下一路下跌跌到了哪, 126啊, 这是周线级别, 我们看日线级别啊, 当时的话直接是有200多, 直接有一个跳空啊, 跳到199, 那现在的话是126美元每吨, 还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啊, 跌了很多, 但是说如果按照历史的这个水平来讲的话, 这个疫情之前的价格, 这都是疫情之前的一个高位了, 对不对, 这都是一个疫情的一个高位了, 那这个, 因为这个疫情之后的基建计划啊, 导致铁矿石价格猛增, 但是现在的话, 中国呢, 澳洲铁矿石最大的买家, 也是找到了像巴西这样的替代, 因为巴西一直都在, 只不过因为疫情影响嘛, 我其实之前的网课咱们有讲过, 我就不再多赘述了, 就是现在巴西的供应跟上了, 那中国呢, 也要这个缩减产能, 也要减排, 那铁矿石的需求和供给, 需求下来了, 供给上去了, 价格呢, 打下来了, 但是呢, 这个还是为之前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说我觉得下方的空间啊, 还是有的, 下跌的空间还是有的, 那咱们这还是这个讲到哪, 咱们就发探一下, 肯定还有朋友问BHP啊, 你看BHP的价格, 对吧, 一路下跌啊, 再回到铁矿石啊, 那就是说, 如果说像疫情啊, 国门不开, 疫情严重, 国门不开出口受限, 那唯一现在变, 一个变量就是说, 变得可能性比较大的, 就是铁矿石, 但是铁矿石呢, 现在是往不好的方向的发展, 所以说澳元的话, 还有进一步的一个下跌空间啊, 我个人觉得, 那还是有一个继续下跌的空间, 那纽约就不一样了, 那澳联储的话, 咱们从政治层面刚才也说了, 那澳洲的话, 还是不考虑加息, 但是新西兰一样, 好像却说了, 它是考虑要加息咯, 那这样一加一不加, 那从政治层面的话, 那新西兰也是更胜一筹, 纽约更胜一筹, 那另外的话, 现在新西兰的疫情的控制也比较好一些, 那可能开过门, 或者说这个恢复这些国际的航运啊, 这些都只是时间问题, 要更快一些, 所以说澳元对纽约, 还是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目前价位在1.0310附近, 那很有可能今天晚上美盘开启的时候, 可能会跌破1.03, 这个关键的一个整数关口啊, 那一个继续一个下跌, 那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震荡往上, 对吧, 那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那我们既然说了, 那这个单子呢, 我们考虑是逢低做多, 对吧, 可以考虑逢低做多, 因为说实话, 新西兰对澳元对纽约的话, 底部位置呢, 我们从历史, 我们不做猜测, 我们只是从历史的数据上来看, 那1.0, 这个整数关口啊, 或者说这个整数的一个非常, 非常整数的一个心理关口啊, 是很难跌破的, 因为当时跌破的时候啊, 是因为有了疫情, 这么一个极特殊的情况, 现在疫情, 大家对于疫情现在来说怎么说呢, 麻了, 对不对, 已经麻了, 麻木了, 就算它变出花来, 可能也不会说跌成那样, 并现在也有疫苗, 各种疫苗都在出来, 那所以说现在下跌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 那如果说我们做单呢, 那我这个就帮大家算一下, 我们做单的时候要考虑什么, 如果说假设啊, 一切都是一个假设啊, 假设如果你在1.0, 咱们就假设啊, 在1.03整数关口进场, 那我们下单之前, 我们除了要考虑我们的获利在哪, 因为刚才我说了嘛, 那之前往年的数据来看, 澳元对纽元, 大概在1.06到1.07之间,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区间, 对吧, 那我们假设就先, 我们拿到1.06, 往上300个点, 对吧, 我们在这写一下啊, 好, 这个已经写好了, 就是交易量的话, 我们假设啊, 我们是做一手的交易量, 那一手的交易量, 如果说之前没有做过的话, 对于外汇产品来讲, 它是代表10万, 那具体是10万什么金额呢, 要看这个货币多少, 前面的这个币种, 所以说如果我们交易一手, 澳元对纽元的话, 我们将就交易了10万的澳元, 那在外汇交易当中啊, 一个点, 多数产品来说呢, 一个点是指的小数点后, 第四位, 也就是0.0001, 也就是1.0001, 这个我们是五位数报价, 像咱们的MT5啊, 也是五位数报价,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个点, 要看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那我们的一个盈利或者亏损, 怎么计算呢, 我说了咱们做单之前, 一定要考虑的是, 我这单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哪, 或者说我能接受的, 它的最大回撤在哪, 那如果我们假设, 它回撤到1这个位置, 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位置啊, 那就是往下300个点啊, 那300个点的风险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在1.03下单, 在1.03下单往下300个点, 我们的亏损怎么计算呢, 就用10万的交易量, 那乘上一个点是0.0001, 再乘上300个点, 那最后啊, 得出答案是3000纽币啊, 这个是负答, 是我们的亏损, 负3000纽币, 那为什么是纽币呢, 因为咱们在计算盈利或者亏损的时候啊, 是要看后面对后面的这个单位的, 是要看后面这个单位, 如果说这个地方大家有不清楚的, 可以给我留个言说, 没听清楚我们再详细给解答, 那也就是说这么说, 如果说我们考虑在1.03下一手的, 单子, 那我们要起码, 如果说我们的风险控制, 能在1.0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留出3000纽币的一个空间, 来给到它, 放长线才能比较大于, 同理啊, 如果说我们看到盈利, 看到1.06, 那往上的话也是300个点, 那就是3000纽币, 3000纽币的盈利, 如果看到1.07, 那就是400个点嘛, 对吧, 那就是4000纽币的一个盈利, 这是做一手交易的情况下, 那如果说您是有带着杠杆的话, 那一手10万, 假设我们的杠杆是200倍, 那需要的这个保证盈量, 也就是500AOD, 也就是说, 您的账户里如果有500AOD, 就可以做一手,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市场的波动, 所以说还是要留给它足够的空间, 所以说建议投资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满仓操作, 就是我能做一手, 但是呢, 因为它下面会有波动, 那我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OK, 这是我们这个盈利啊, 以及亏损的一个计算, 不知道大家这一部分, 有没有不太清楚的地方, 有不太清楚, 可以跟我说一下, 稍微等一下, 那OK,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我们考虑, 这个我先留在这儿, 我们这样看图, 日线级别的话, 那如果说1.03, 我们进场, 我们可以啊, 在进场的时候, 考虑一个梯度坚仓的一个策略, 不要一次性的把子弹全都不打光, 因为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下定一个趋势,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抄底的一个这么一个行为啊, 可以说是如果说做的话, 但是呢, 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在逆势操作了, 对不对, 逆势操作一定要慎重啊, 一定要留出足够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敞口啊, 要把这个风险控制, 就是要计算出来我的风险在哪里, 看我的仓位能不能支撑得住, 因为这个行情其实说实话, 也是每年一个比较稳的一个行情嘛, 对不对, 那一致上的时候我们就做多啊, 逢低做多, 那不要一手好牌把它打坏了, 那我们有已经看到这个趋势, 只要考虑能拿住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能跌到哪, 所以说呢, 我们在1.03可以只用10%到20%的一个资金呢, 去做一个保证金, 那这些呢, 当然都是一般性建议啊, 那具体还要看您的一个分享程度呢, 如果说您对下单的这个时机啊, 或者说手术之类的, 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可以给我们明天跟我们小助手啊, 或者跟我们打电话, 我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去跟您对接下, 先对您的个人的一个投资风格, 推荐不同的产品, 当然市场上不只有澳纽这一个产品啊, 今天我们就单独讲一下这个机会, 那下方的支撑在哪, 我们说点重点啊, 下方的支撑呢, 如果说看到技术面上讲的话, 大概呢就是在1.02附近啊, 这个也是一个整数关口, 其实1.02, 1.022, 那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距离, 因为我们网上看的是300到400个点的盈利呢, 其实早进场个10个点, 20个点呢, 其实都差不太多,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还是能多赚点更好, 那1.02的话, 那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能跌到, 那也是不错的一个挂单, 我们可以做一个buy limit之类的, 在这挂单买涨, 但是呢, 这个市场的神奇或者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 我们虽然看的是一个下跌趋势, 但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拐头, 对不对, 刚才我也说了, 那跌到1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下, 它能跌到1, 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风险,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承受能力, 账户的承受能力, 那放到最大, 那它如果说只跌到1.02就不往上走了, 如果您还没进场, 那这次的机会可能, 您就只能等到它涨的时候, 我们再去把握它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看一个做单的一个策略, 一个交易心理的一个变化了, 这是奥远对纽远, 这个机会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逻辑啊, 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呢, 可以跟您的客户经理去沟通, 大家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进行一个提问,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先继续讲一下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啊, 我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图先最小化, 我看下4小时级别啊, 这个图走的也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近期的话4小时级别的图呢, 那这个在支撑位置92.45附近, 李明您稍微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说完再跟您说一下那个问题啊, 那美元指数呢, 在92.45附近的这个支撑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 画一条线, 这是4小时级别的啊, 那让尽量多的呢, 咱们画趋势线的这个原则啊, 让尽量多的K线图碰到我们这根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啊, 上去了, 在这个位置下来了, 对吧, 那这些关键位置啊, 在这儿选择突破, 那在这儿呢, 有一定的支撑啊, 1234567啊, 7根线, 8根线, 8根柱子都没有突破, 并且呢, 我们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 其实每根K线, 它都是有一定的信息档, 放大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根K线的话, 这两个K线都是什么, 下影线非常之长, 那就说什么, 咱们团定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啊, 那到开盘之后, 下跌, 一度跌到这儿, 但是呢, 有很强的力量, 把这根线推了上来, 收盘收在这儿, 这根线也是啊, 下跌跌不下去, 对不对, 那之后呢, 它有一个阳线继续拉了上去, 那包括呢, 像这根线, 目前我们看了这个当前的一个四小时的一个, 一个四小时级别的线也是啊, 下跌到92.48附近之后呢, 还是一个继续的往上走, 那现在呢, 是8点33分, 距离CPI, 美国CPI公布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市场呢, 看来是已经有一些动静了啊, 那我们就需要等待, 看看就是这个市场后续怎么走, 那很有可能今天晚上的话, 如果说美元指数啊, 因为CPI的话, 可能市场预计还是会高于预期嘛, 那这样的话, 可能会导致美元指数的一个上涨, 如果上涨的话, 我们先看到第一获利物目标位在92.78, 或者92.8这个阻力位上, 那往上啊, 62.8之前的这个高点, 那如果涨上去的话, 那我们可以考虑啊, 其实美元指数也可以进行交易的嘛,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买涨, 或者说尝试性的一个, 这么一个尝试, 当然只是一般性建议, 如果说您也是跟我认同一样的话, 也就是它要多的话, 对吧, OK, 我们看一下92.8, 那这个是之前的一个高点, 也可能是一个阻力位, 那如果说您买涨我的, 如果说我买涨的话, 那这个霍利物可能会放在这个附近啊, 并不是, 当然就是说我们多次强调一个一般性建议啊, 那又回到美元指数的一个特点啊, 大家是不是做黄金的挺多的, 美元指数上涨, 敲敲敲板嘛, 那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那目前呢, 这个是之前, 好早之前画的一个支撑位啊, 那这个支撑带啊, 那黄金的支撑带呢, 大概在1800之上, 177或者1775到1780之间, 那如果跌不破的话, 还是一个逢低做多的这么一个策略啊, 但是说近期的高点像1800呢, 是迟迟没有多次, 没有突破之前有尝试过, 但是呢失败了啊, 还只是碰到之后, 都没有碰到就下了, 那所以说如果说美元指数进一步上涨的话,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 按照美元指数继续上涨的这个逻辑来讲, 黄金呢是有一个进一步下跌一个空间的, 那获利目标呢可以往下至少7美金左右, 那这个是黄金的人民行情,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客户的一个提问啊, 就是现在的位置可以做空, 澳元对纽元吗? 这个位置啊, 从技术面上讲是可以的啊, 因为这个市场呢, 您也知道啊, 它是无时无刻都在波动的, 它并不会直上直下, 所以说即便是您这个单子和大的趋势相反, 也是有机会是可以获利了结掉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指营的功能, 或者这个移动止损的功能等等啊, 都是可以, 说不定都是可以获利的, 但是为什么不推荐, 或者我个人并不会这么去做呢, 我看到澳纽是在往下跌不错, 但是呢, 下方空间我并不知道它具体能跌到哪里啊, 具体的时候它能跌到哪里, 哎, 它画的线不见了, 我们再在这儿画一下, 啊, 在这儿, 没事了, 我们再就讲这个说, 那之前的低点在1.0附近, 谁也不确定, 有什么情况能导致它跌到这么多, 那我们何必不等到它差不多的位置的时候, 我经常做多呢, 对不对, 因为它的整体底部的空间, 或者底部的支撑, 我们是看的比较明显的, 或者它底部能到的位置, 这个的话, 从历史的回数来讲的话, 是比较明显的, 咱们再看一下啊, 1.0附近, 这个是每一次的历史的一个很低的一些点呢, 所以说如果到这儿的话, 那是真的超到了底啊, 如果这能到这儿的话,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它, 您如果做空的话, 它现在涨上去了, 你怎么办, 那是继续拿吗, 继续拿的话, 这个亏损继续扩大,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逢低做多的话, 我会更有把握, 因为每一波行情啊, 它都是有, 咱们说的一个周期啊, 就是上涨和下跌这个周期, 都是有两波行情嘛, 那我可以选择上涨的这波, 可以下跌的这波做, 对不对, 但对于澳纽这个特殊的产品, 并且处于现在这个特殊的位置, 我更宁愿的是拿我的子弹呢, 去逢低做多, 其实1.035的时候呢, 就有进场, 我个人来说呢, 1.035就有进场, 但是呢, 单子并不大, 因为我知道还要往下跌, 但是我不知道它要跌多少, 所以说, 它只要在1.03之下, 还是可以考虑逢低做多的, 我的个人的一个一般性建议啊, 你看李明, 您还有这个问题, 您觉得回答的满意吗, 您还是觉得还是想继续做空,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或者大家看有什么别的一些产品想问的, 像原油的话, 今天其实我们的短信交易提醒, 也是给出了做多的一个建议啊, 那其实原油的话, 那是因为一个巨峰嘛, 美国巨峰的影响导致一个产量的减少, 那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进行一个继续上升的一个趋势,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级别, 四小时级别还是说站上了我们这个双轨道之后, 还是一个继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您还拿着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拿一下, 但我可以把我们的止损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止损可以这么使用, 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假设啊, 在咱们就说个整数吧, 68或者69进场了, 那现在的进场做的多, 现在价格呢是70, 71, 那已经有了两美金的一个盈利, 那您呢, 又担心它往下跌, 我们可以把一个止损啊, 放到我们下单价位之上, 比如说之前的一个阻力位, 或者说之前的一个高点, 那跌到这儿的时候, 它我们止损就可以锁定从70到69之间的这个利润, 就是说, 即便是损掉了, 我们还是有盈利的, 那目前来说呢, 原油的价格呢也是比较高, 但是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如果您现在有这个进的多单的话呢, 还是可以考虑继续拿一拿的, 但是像我说的, 如果说我们做交易呢, 以求稳为主的话, 那可以带一个止损, 那止损的话可以放到我们这个限价之上, 就算损掉了,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的, 那现在这个原油价格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之上了, 其实比疫情之前还要高, 你看19年的时候, 也就是66左右, 那现在呢是67, 现在是72了快, 71了, CN50是不是在走向上通道, 不看一下CN50, CN50其实短向来说, 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日线级别, 那CN50近期的一个底部支撑啊, 就是在1475左右, 那在这之上, 如果还给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逢低做多, 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上升通道是指的, 是指的哪一个时段呢, 但是我从日线级别感觉呢, 还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行情为主啊, 你看这涨上之后, 这一天跌了大概, 我看多少个点啊, 跌了2%对吧, 300多, 跌了2%也是挺多的一个跌幅, 并且CN50的话, 整体来说波动是比较大的, 它开盘时间也比较短, 那澳洲时间或者澳洲东部时间, 早上11点开盘嘛, 开盘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 那我个人来说呢, 对于做CN50这个指数的风格呢, 可能是以短线为主啊, 我不太会拿太久的单子啊, 而且波动比较剧烈的情况下, 我就会顺着市场的情绪再做一单, 多也好, 空也好, 对吧, 那就快速了解, 当然这种做单方式呢, 便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那CN50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可能它受政策的影响性比较大, 近期的话, 像地产行业啊, 教育行业啊, 游戏行业啊, 互联网行业啊, 都是轮番被锤, 白酒的话, 茅台也是跌到1600多了嘛, 从2000多的股价, 跌幅也是比较大, 那整体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 基本面并不是特别利好的消息不多啊, 所以说如果说考虑做多的, 还是可以考虑逢低做多啊, 目前来说技术面上1475, 1480这个支撑, 那是一个还是有的, 如果说逢低做多的这个趋势, 是可以考虑的, 那客户RNB啊, 我们看一下RNB, 我看一下420Gb, RNB又走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 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站到了我这个指标之下, 一般来说我这个指标的一个轨道之下呢, 是一个经常做空的一个时机啊, 或者做多, 当然就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趋势是空的话, 那么还是一个经常做空, 那之前的话, 这些位置的话, 如果在这个附近的进场的话, 收益呢, 也还是OK的, 对不对, 按照这个技术这个指标来看, 当然给出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这都比较大周期的一个指标, 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因为首先来说, 澳元是比较疲软的, 对吧, 另外呢, 人民币的走势, 人民币的走势呢, 是和美元, 人民币的走势是和美元的相关性, 是正相关的, 因为人民币的一篮子计划里面呢, 那美元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说, 那美元如果说我们继续看多的话, 人民币是看多的, 那同样呢, 那澳元对人民币来说呢, 就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了, 同样的澳元在未来能换到更少的人币, 因为人民币要升值啊, 对吧, 我们如果看这样的话, 那下方的一个空间呢, 大概在四, 目前如果空单的话, 可以考虑的这个获利目标位置在四四点七, 四点七左右, 那之后的话四点六八, 那四点六八这个位置可能比较合适一些, 当然这是日系的四小时的话, 可能走出的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一些, 当然因为今天晚上呢, 美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话, 那澳元人民币啊, 可能也会随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我看一下, 多单还是空单, 十点半之前, 黄金应该高还是空, 这个我不能直接给出您一个具体建议啊, 我只能说, 如果说您觉得美元指数是要走强的话, 那咱们相应的看, 那黄金是要继续下跌的, 对不对, 咱们是从这个, 如果您认为, DXY就是USD继续走高, 那黄金呢是一个下跌, 并且咱们看趋势来讲, 是不是也有这么点意思呢, 对不对, 那看现在这个, 你看如果看四小时级别,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之前在这, 撑住了吗, 1786附近17851786, 如果说跌破1785这个位置, 那还是继续看空的, 那下方第一获利目标点在1780, 那之后的话就是往下大概在1775左右, 当到时候这个市场公布消息之后啊, 可能市场的反应会比较快一些, 这个如果您网上订盘交易的话, 可以看着一点, 边这个顶部这个构章, 看一下美元指数怎么走, 空单还是空单, 什么意思, 你说空单是多单是吧, Sophie您问Channel 50是什么意思呢, 您是想说, CN50您是想说这个方向吗, 就是说如果是CN50的话, 如果说在底部的话, 还是有机会逢低做多的, 但是呢, 它由于短期的波动比较大, 从技术面上也不是很好说, 它具体是要涨还是跌, 但是呢, 这个位置之前是有一定支撑的,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咱们明天可以看一下, 您可以小单的试一下,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这我之前画的一个支撑位嘛, 那如果说撑住的话, 把它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那如果能撑住的话, 那还是可以考虑, 逢低做多这么一个策略, 可以试一下, 多单还是空单, 不知道您这个CN50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是做多还是做空这个趋势, 因为我们就是不能给出您一个具体建议, 说您现在就经常做多或者做风, 只能说有一个趋势上它是在哪, 或者说它这个整体的阻力在哪, 因为看这个CN50, 如果说4小时按照这个指标的话, 那在这个轨道附近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并且在轨道之下的话, 那还是可能会往下走一走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就考虑到支撑, 还是可以考虑逢低做多,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市场下部怎么走, 我们只能说去分析, 但是CN50这个政策影响太大, 现在恒大这个暴雷的这个点, 也是比较敏感现在, 所以说如果您是国内有股票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咱们多说一下, 这个咱们刚才提到尽量少提名字, 刚才提到这个地产商呢, 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 或者说真的会引起一定的系统性的一个问题的话, 没有这个国家队去救它的话, 没有人接盘的话, 盘子接不住的话, 那可能银行的贷款等等, 这一系列都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问题啊, 那可能并不是很看好啊, 说实话,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说是像稳定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AOS200嘛, 对不对, 那逢低做多嘛, 回调的时候, 还是逢低做多的策略, 因为整体的这个股市还是要看这个政策嘛, 那他并没有选择加息, 而是继续保持一个低的利率, 那还是给予这些企业一些一定的信心, 对吧, 那不会说突然间把这个药给你撤了, 药不会停, 继续放水啊, 这个政策还是在的, 那可能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回调, 并且这个支撑位置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继续往上走的, 那这个AOS200, BHP啊, 看下BHP, 那BHP呢, 也是受到它主用业务啊, 铁框石的这么一个下跌的一个影响, 进去股价跌的也是比较厉害, 我们看日前级别, 一般来说呢, 我们看股票的话, 日前级别多一些, 但是在指标上, 从单说技术面啊, 这可以进行, 可以考虑进场做多的一个尝试啊, 在这个大概在41或者说40附近, 在40之上都是可以考虑40到41左右, 可以考虑这个逢低做多的, 从技术面上讲, 我们再来看一下换一个指标啊, 换一个均线的一个指标, 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趋势啊, 这是commerous bank, 趋势啊, 都是从小周期向大周期扩散的, 那往往在这个均线密集的时候啊, 一般来说呢, 这个均线都是由发散走向密集, 再由密集走向发散, 我们看有什么叫均线密集啊, 那均线密集的话, 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用的指标, 大概是20、60和120的均线, 均线的代表整个市场的一个平均成本, 那平均成本区域集中的时候, 它就会面临一个一个发散, 如果这个价格没有分歧的话, 那市场因为要继续走嘛, 那选择向上或者向下, 那均线密集之后发散, 对吧, 我们单说单看技术指标啊, 那目前来说呢, 还是一个啊, 发散, 发散, 当时它有一个小密集的过程, 但是呢, 铁光石的价格或者BHP的价格, 突然一个下跌啊, 打破了这个向中间集中的这么一个进程, 那现在来看呢, 它还是有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因为20日这个均线呢, 可能会带动着60日和120日均线向下拐头, 还是一个继续向下走的一个趋势啊, 那这些股票的话, 如果说抄底还是要需谨慎啊, 因为咱们还是尽量考虑顺势而为啊, 那现在基本面的情况不好嘛, 还是可以再观察观察啊, 把自己的手里的子弹留住啊, 还是说到啊, 这个铁光石的价格啊, 非常不给力啊, 非常不给力啊, 这个地方虽然是有支撑, 但我们还是看一下整体这个,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品嘛, 它除了受到这个美元影响之外, 还是看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一个关系, 因为这个没有人需要的话, 它再便宜也没有人买的嘛, 对不对, 这一只皮啊, 银行股的, 银行股说, 说您现在有持有的话, 像CBA啊, 或者是别的这些股票, 咱们看CBA这个银行股里的龙头啊, 那还是不错的呢, 能在100之上, 我相信你可能之前买的时候, 也是比较低的位置配置的啊, 那从最低的时候, 大概是50左右, 三亿份的时候50左右, 那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行情, 那这个的话, 那现在就是说, 银行股主要是一个稳定为主嘛, 持股息为主呢, 可能再继续往上突破, 等到120,130, 再涨个2030, 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了, 问题有点多呀, 这个放纽的日线, 我看一下啊, 添加一下, 我还是习惯用我自己的这个指标, 看一下日线级别, 等它刷新一下, 日线级别,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英镑和纽元, 这两个基本面, 那整体来说啊, 那英镑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 要强于纽元的嘛, 这个基本面上, 毕竟老贩帝国是一个国家, 那它相对于, 相对于美元的波动来说呢, 就是说美元, 如果咱们单说英镑对美元, 和纽元对美元, 那美元的波动, 美元的波动, 往往会导致英镑的波动, 就是说往往会导致英镑的波动, 会更剧烈一些, 所以说英镑的话, 可能会如果说它涨的话, 那可能涨的会比纽元更好一些, 那日线级别, 目前来说这是一个阻力位置啊, 那是否能继续上让突破, 不确定, 你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也提醒到我了, 这个关键位置的时候, 我一般会怎么做单呢, 用这个指标, 日线级别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啊, 我们接会儿来看一下, 我看一小时, 一小时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通胀, 刚才我说了, 就是咱们这个趋势啊, 都是从小周期, 带动着大周期的这个趋势去走, 它并不是先走出四小时, 而是先走出一小时的, 再走出四小时的, 再走出日线的, 那日线级别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在这个位置, 当从基础面讲, 我可能考虑啊, 如果说我空一单的话, 那我的止损可能会放在这个, 这两轨道之间, 大概是19, 五三五四左右吧, 往上三四十个点, 但是下方获利的话, 看到之前的这个低点, 19, 1945, 四三大概六七十个点左右, 如果三十个点, 对六十个点的这个, 盈亏比啊, 一比二, 那也是直览, 所以说可以考虑可能在更高的位置, 可能考虑空一下, 刚才说到英镑, 这让我们看一下, 咱们这个支判货币, 像插帮货币, 可能平时客户做的不多的话, 可能不是很了解, 大家看英镑对美元, 四小时级别, 那他现在多次站到这个系统之上, 还是可以考虑在这个, 在这个线的位置逢低做多的, 但是目前往上的话, 有一定的阻力, 结合着今天往上美元的话, 还是看涨了一个趋势, 那可能英镑对美元, 会有一定的这个回调和下跌, 那以及如果说您是想, 因为咱们这个作单的时候, 美元的行情, 如果您不确定, 您看咱们说的时候, 美元还是继续往上涨了, 涨了还是更多一点了, 那您不确定美元的一个走势的话, 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下交叉盘, 像这个欧元对英镑啊, 对吧, 那这个话就避免了, 避免了这个美元那个走势的影响, 那整体这两个是比较好比较的嘛, 为什么经常推荐这个去做的, 因为欧元对英镑, 这两个是比较好比较, 英国脱欧为什么脱欧, 对不对, 因为欧洲脱了它经济了嘛, 那英镑的话一直来说, 是要比欧元要强一些的这个走势, 那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日线级别啊, 那欧棒呢还是一个下跌之后, 回调震荡继续下跌,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继续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所以还是可以考虑逢高做空, 欧棒这个产品, 对吧, 六您问黄金多少位置可以见, 这个位置啊, 这个确实不能跟您说一个具体的点位啊, 还是说我们要看您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啊, 那就是说回调的话, 那或者说下单量, 您也问下单量多少, 这个具体要看咱们仓位有多少资金, 以及杠杆对不对,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咱们做的这个奥远对纽远的一个控制啊, 方向控制, 就是说咱们做完之前要想好, 它跌到哪儿我能承受得了, 我的止损在哪儿, 对不对, 那我不能说我这个单子出现亏损了之后, 那一定就要立马就是说亏损多少之后, 我是能承受得了的, 那不能说一直抱着这个亏损不放嘛, 对不对, 今晚十点半预计有多少点波动, 这个真不好说, 这个因为消息的话, 我没有那幕消息, 我也不知道说它今天, 它如果差别有多少,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 我们还是看一下, 那预计的话和新CPI的这个市场预期是4.2, 如果说跟4.2差很多的话, 无论是比它大还是比它小, 如果说可能比如说5或者5.2, 这样的话差别相当之大, 可能会导致美元指数的一个很大幅度一个拉升, 那如果说它公布值是4.25或者4.3, 有小幅的上升,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美元指数变不会上涨很多, 那只是说会立好现在的看好美元的一个情绪, 它还是一个继续立好一个指标, 但并不是说它会突然跳涨, 所以说具体我们要看这个公布值, 看能美元指数能变动多少点, 或者黄金能变动多少, 我们要看这个公布值, 对于预测值, 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布之后和心理预期的差距有多大, 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来整个市场, 整个市场的投资者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觉得价格, 它应该会变动多少。 那今天咱们这个时间大概也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 大家看见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 我们再稍微等一下, 看今天讲的哪里不清楚的话, 对于澳纽, 我觉得澳纽这个机会还是因为, 对于很多没有做过外汇的投资者来说, 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担心, 但是说如果说这个产品比较稳定一些, 或者说我们能看到它的底在哪, 那知道它的这个逻辑之后, 那我们可以考虑要横低做一些操作嘛, 对不对, 适当的下单啊, 每次我们还是要提醒客户啊, 那控制好咱们的仓位啊, 不要说我们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很好, 就满仓操作啊, 就是说我们当在桌子上摸到一手好牌的时候, 那你再次打开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说一定把风险控制放在座单的第一位, 哪里可以看到实质CTI数据啊, 这个的话我们平时可以用像这个金时数据啊,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一个APP, 金时数据, 那这个时候啊, 它会有一个这个市场快讯啊, 我们是我选了这个只看重要的, 那它就会有一个试试的一个消息弹出, 那可能等到十点半的时候,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十点半的时候, 哎, 它就弹出来了, 那么可以看一下, 手机上您也可以下载一下这个软件, USD CED, 看一下, 软件名称叫金时数据啊, 在这儿啊, 金时数据啊, Apple Store这些书应该就有的, 看一下啊, 加元, USD CED, 这个做的也挺多的啊, USD CED, 在这儿, 没事儿不客气啊, USD CED, 我可以看到这个CED并没有涨很多, 因为原油的话价格, 因为加元的话, 对于加元也是属于商品货币, 和澳元一样, 澳元的商, 就是和澳元相关的大东商品呢, 是铁矿石, 那和加元相关的呢, 就是原油, 因为加拿大呢, 它出展的不是原油, 它出展的是油沙, 它也是需要另外提炼之后, 把这个, 它是带沙子的油, 这个它是不太一样, 但是呢, 就是原油的价格呢, 会影响到加元的走势, 它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为加元, 因为这个, 美元的, 因为原油的走高, 带动着加元走强, 那即便是美元指数现在在上升,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加元并, 美元对加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上升, 我们再看一下4小时级别, 可以看到比较稳定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大周期啊, 趋势上, 那还是一个, 现在呢, 还是一个低位的话, 继续一个稳步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啊, 这个出现了更高的高点, 但是呢, 现在出于一个回调状态,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现在的话, 我的指标并没有给出我的一个进场位置, 我看日线级别, 还没有, 4小时, 没有,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啊, 咱们还是照着一个逻辑讲, 如果假设美元继续走高, 那, 走高这个强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原油, 对于它的影响的话, 那美元对家元, 是会继续上涨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考虑啊, 把这个位置看是否能突破1.27附近, 如果能突破到, 我可能会考虑在突破之后选择做多, 因为现在它也是一个展幅一个震荡, 其实现在网上也只有, 只有大概是1.27, 或者说1.268, 网上30个点左右吧, 不用太多了, 因为今天晚上, 好像会变得很快, 我个人觉得, 所以10点半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会, 盯盘会看一会儿交易, 其实像这种有大数据, 中央数据公布的时候啊, 我们交易者其实是一个机会啊, 这种时候, 我们刚才会说到像, 最开始说的短线怎么操作, 长线都是操作对吧, 那出现趋势之后呢, 往往这个市场会有一个快速的波动, 我们可以看下, 到时候看下, 比如说五分钟图, 十五分钟图, 那五分钟图的话, 那如果说继续突然间往上涨, 那我们可以短线的做一个多单, 咱们是假设啊, 好像继续突然的暴涨,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网上做一个多单, 那我们就拿到之前的高点, 或者网上大概获利位置呢, 你自己心里有一个量, 比如说获利200毫比或者多少, 当然呢, 这个只是一个操作方式, 并不是建议所有的投资者都去操作的,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这个波动量的话, 您可能会把握不住这个走势, 那如果是长线的话, 我们还是做这个趋势交易嘛, 那这个趋势出来之后, 那比如说, 那像美元的话, 如果继续突破了, 比如说92.7或者之前的高点, 我看一下一小时级别啊, 四小时级别, 那如果能向上突破之前的高点, 比如说走到93附近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继续看涨的, 可能美元只是不会再下到92之下了, 就比较确定了嘛, 对吧, 那这个整个市场的预期,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有消息啊, 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新闻, 今天那是, 在哪, 我看一下, 华尔街日报的话, 这两天呢, 也是有上周五呢, 也是有报道, 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官员, 将会寻求在11月, 讨论削减购债, 这个也就是TEPER, 开始削减购债, 在11月讨论, 那基本上华尔街日报啊, 作为美联储的喉舌啊, 它基本上说的消息呢, 还是这个, 或者预测性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可能去考虑到美国这个高通账, 以及就业数据, 或者失业率下降不错, 那疫苗打的还OK, 那可能会慢慢的会缩减这个QE啊, 就逐渐的开始, 来考虑缩减完之后, 可能会考虑加期, 对吧, 那可能就走到二三年了, 这个慢慢走的话, 我给大家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对于行经上, 白银啊, 那白银的话, 可能趋势啊, 会和黄金短线会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产品的话, 都是贵金属嘛, 那基本上这个大概走势都是差不太多的, 只不过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要记住, 那一手白银的交易量是5000盎司, 一手黄金的交易量是100盎司, 这个不要搞错了, 最后的话, 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啊, 那有问题咱们可以打出来, 那我们的话, 其实是给出了一个中文特色服务, 那每天的话, 各位投资者呢, 都会收到我们不同的一个交易短信的一个提醒, 有这个货币堆, 有外汇, 有黄金, 也会有股票的一些交易短信提示, 并且呢, 每天也会有一些短视频啊, 会讲解一些咱们这个投资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 或者说一些小的一些小知识, 那并且我们还会有像外汇啊, 黄金, 以及石油股票的一个股评汇评, 那这个也是会分享给我们的VIP客户的, 那并且呢, 您还是有您的一个一对一客户经理, 您有什么操作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说下单的一些问题啊, 都可以去跟他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咨询,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股评报告啊, 这个包括悉尼机场的啊, 对吧, 那澳元的一些展望股评这些都是会有的啊, 股指的话, 美国三个股指今天因为时间不是很够了, 那我们可以因为讲的话会比较多一些, 明天的话你如果有兴趣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电话沟通好吗, 郭先生是吗, 嗯, 好吧, 那明天的话, 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下方这个总部的一个, 我们这个总部的小助手的微信啊, 或者说跟我们这个拨打我们的电话, 或者登陆我们的官网啊, gomarkets.com, 那跟我们做一个咨询, 那最后呢, 还是进行一个免责声明啊, 由于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啊, 因此啊, 因此啊, 本讲座中所有提到的建议仅为一般性建议, 那不代表gomarkets的观点或者立场, 如果您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继续跟我们一个继续的跟进, 一个咨询, 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